當前檯面上不只醫護人員忙不停 檯面下藝人家永節也竭盡心力來挺醫護 從去年開始臺灣疫情大爆發 他就號召各界捐贈醫療器材 送愛心到各大醫院 而近期臺灣疫情再起 家永節每天捐贈的行程還是不停 他就捐贈了N95口罩 還有到篩檢站替醫護送上冷飲等等 而他跟在14號臉書上發文宣布好消息 天文裡頭附了一張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原來江永節近幾個月來收到不少粉絲 想要參與捐款的要求 所以成立了美少女慈善協會 不過他要大家再等一下 因為現階段還正在申請募款字號 要等通過大家才能開始接受善款 而天文藝處也引發不少人留言 表示恭喜之餘 也很多人坐等匯款帳號 想要一起為臺灣疫情盡一份行力 《判請》